超级仪器有限公司,TA Settings视频教学系列,今天给大家介绍Hold Until模式说明。 Hold Until顾名思义是指,探头从起始位置向样品移动,到达目标位置后保持不动,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到起始位置。 Hold Until模式分为两种,那第一个呢,是Hold Until Reset模式。 即探头到达目标位置后,直到按下控制面板上的Reset键,探头才开始返回。 另一个是Hold Until Time模式,即探头到达目标位置后,保持设定的时间后,再返回到起始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软件中的Hold Until模式。 首先,我们打开软件,点击左边Project列表中的第二项TA Settings,单击打开,弹出TA Settings的对话框,我们看到里面的猜数设置是空白的。 现在单击上面的Library按钮,弹出TA Settings Library的对话框。 先选中里面的Hold Until Reset选项,点击OK。 此时,这个模式的设定模板就下载下来了。 设定模板里包括基本设定和高级设定选项。 那么,在之前的Return to Start模式说明中,已经分别做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这个模式的模板与Return to Start模式的模板是相同的,但是在实验中,需要按一下Reset键,看头才能返回。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Hold Until Time模式。 仍然单击上面的Library按钮,选中Hold Until Time选项,点击OK。 即可将该模式的设定模板下载下来。 这里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该模板中有一个特别的选项,即Hold Time选项。 我们可以根据实验的需要,在里面输入探头到达目标位置后需要保持的时间。 而其他选项与Return to Start模式的选项是相同的。 那么一般来说,Hold Until模式经常用于测试产品的硬力松弛特性,以及产品的如变恢复特性,比如说面包的新鲜度测试,比如说胶带的粘性测试等等。 这些都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关于制构测试中,Hold Until模式就介绍到这里,您学会了吗?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我们,联系方式见屏幕。